洞窟还没有找到 我的小飞鼠就已经被冻成冰雕了 你别在它上面撒坐着啊 小心屁股被冻僵了 坐机变冰雕是可以重新召唤的 知道了 已经再次召唤出来了 没有防寒武剑套 在这冰天雪地的鬼地方 真是受罪啊 别叽叽歪歪的 赶紧找 不然咱们很快又要冻成狗了 怎么这次找了这么久还没有找到呀 感觉又要变冰雕了 哎 大师兄停下来了 难道找到洞窟入口了 这些一点 把难道两个字去掉 要不是入口处有冰零守卫可以玩一下 我估计就不等你先进去了 哎呦 这次的入口居然还是双开门的 这边也有一个冰零守卫 而且手里还拿着冻结棒的 那必须来收下了 哇塞 我发现弓弩有附魔上弓箭伤害属性以后 杀伤力又提升了一个等级啊 哎 冻结棒没掉落吗 你是下了吗 不就在地面冰锥的旁边吗 哦哦 看到了 我马上来捡了 搞定 那就进入洞窟里面探索了 越往里走就越武器蛮黑的 我来拿火把一路照亮进去 我身上火把不多 不过不怕 我刚好穿着幸运魔法披风 敲一下石碑绿掉落就行 你脑汁倒是挺好死的 那我多插几个给你敲 我准备火把好像挺多余的 跟在你后面 有你帮忙照亮就行了 感觉只要冰窟里面的冰金吞窟够多的话 靠他们的亮光也能看得很清楚了 这种东西我可不希望它生成的多 一踩到就乌烟瘴气的 而且冰雾更容易把咱们冻成狗 这些还容易避开 头顶上的冰锥才麻烦 时不时就把咱们的天灵盖给穿个大窟窿 所以我用被尸角在这里面走 还是比较安全的 能看到上面的冰锥 就能进行风沙的走位避开他们 诶 又到分岔路口了 这车有三条路可以走 那就更纠结了 都不知道要探索哪一条了 那你就随便选一条咯 那就选左边的 相信以我吉家的人品 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寒霜野人祭司的 希望如你所说的吧 不过我对你渣渣的运气 还是表示怀疑的 不用怀疑了 寒霜野人祭司已经向我发动攻击了 好家伙 都还没有看到他身影 这冰锥雨就已经下个不停了 这家伙飞得好高啊 估计咱们这次就没那么容易拿捏他了 我嘞个去 确实有点高啊 弓箭四层都不够呢 而且他居高零下 弓箭我们又很轻松 主动拳完全在他手里呢 诶 这上面还有平台可以上来的 很好 上去后弓箭应该就能怼到他了 我马上来召唤出小飞鼠飞上去 哎呀呀 到处都是冰武 烦死了 只能凭感觉骑上小飞鼠了 好嘞 可以上来了 不过这上面也是黑灯瞎火的 诶 差点火把才能看清楚周围的环境 没错 别待会怪物没打到 把自己摔残了 火把只要点在冰块附近 冰块也会反射一些光线的 我现在这个地方 应该就能用弓弩远程怼到他了 不过感觉还可以再站高一点 我再来往上跳一跳 诶 头顶被冰块挡住了 赶紧敲掉 好嘞 上来后应该就跟他差不多高度了 诶 大师兄 你这个坑货怎么把他吸引走了 没办法 他的冰夕魔法老是攻击我 我为了避开 肯定是到处逃命啊 他越飞越远 叫我去打个寂寞吗 我辛苦爬这么高 现在又得下来了 全赖你是都队友啊 哎呦 他降低飞行高度了 机会来了 赶紧过来帮忙怼 这家伙巢穴的结构也真是奇葩 平台像是被通道给切割成两半了 要不是有二截跳 我肯定不敢过来的 他最终的是你 那我就靠近能量剑输出了 尴尬啊 我被他冻结了好几次了 说明你的走位技术很烂 闪一边去吧 呃 又被冻结了 我怀疑是这家伙的瞄准技术变强了 是你又拆又爱玩 才会被击中的 叫你闪开 还在这里凑什么热闹呢 他就生意丢丢血量了 我还怕他个啥呢 很好 那就看学先把他给解决了 不好意思 被我拿下了 真丢人 这家伙临死前又把我给冻结了 你赶紧看看第三次杀吧 哇塞 这么多急含欲法杖 捡都捡不完 这东西挺耐用的 一人有个一两把就够了 我身上都是好东西 都不知道真的要点什么了 我背包还有空间 咱们整理一下咯